第五十六集《神神秘秘》 回到第五十六集的《神神秘秘》 我們這一集的主題是講靜心 什麼叫做靜心 我以為這個主題有講過 原來我沒有講過這個主題 這麼久都沒有講過這個主題 很多人 靜心 靜坐 冥想都是同一個名詞 很多人對靜心有很大的誤解 很多人覺得靜心是很難的一件事 絕對是 在我未開始做之前 我都覺得這些只是高人才能做到的事 沒錯 靜心其實只是一個狀態 靜心有很多人都有一個經驗 就是你一靜心就發現自己很不靜心 即是靜心我們有時會用一個訓練 是嗎 是的 你一靜心 通常一練習靜心 靜坐 冥想的人 你一坐 你就有很大的挫敗感 是 因為你會不停地想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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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靜心就發現自己很難靜心 因為靜心千萬不要努力 千萬不要努力去做靜心 因為你做越努力的時候 其實就是 怎麼說 我經常都用這個比喻 一講靜心我就用這個比喻 如果我現在 我要你不要去想一隻粉紅色的豬 那隻粉紅色的豬已經立即在我腦海裡跳出來 下一秒 那隻豬就會在你腦海裡 怎樣都趕不走 所以當你要靜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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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 其實你一定是靜不到心的 嗯 很多人都以為靜心一定是靜腳 腰直直 門室移座 要在一個很靜的地方 甚至乎 有些人覺得靜心一定要去到深山 去到深山才可以靜心的 當然如果你在深山裡面會是一個優質的靜心 但是你不只是在深山才可以靜心 不過靜心 我們都可以分很多不同的階段去學習靜心的 沒錯 但是真的 如果你在深山才可以靜心的話 我也不知道你怎樣回到你的生活裡面 是的 你坐兩小時才上深山 真的 是的 靜心是在每一個狀態上 甚至乎靜心是你練得久的時候 你在任何草草的環境之下 你都可以安住 嗯 好了 那 靜心亦都沒有衰了這件事 怎會知道叫衰了呢 很多時候就是 例如我坐在那裡靜心 我可以形容這個狀態給大家聽 我坐在那裡靜心 然後我在想 一會兒錄影完之後做些甚麼呢 去吃東西 吃些甚麼呢 然後想到一些東西吃 原來去了吃東西 嗯 然後有人就覺得 哎呀我衰了 即是我都沒有靜心 我靜心不到了 走到胡思亂上 我又有忘念了 嗯 很簡單 你便回來 嗯 你便從食物到回來 好了 然後你又坐在那裡 然後又繼續努力靜心 然後再過三秒之後 哎呀我的衣服還沒有洗 不用洗衣服 明天又有甚麼衣服穿呢 嗯 然後再過三秒 嗯 然後你便又回來 嗯 然後你再 開頭的時候 你是有很多妄念的 嗯 但是我很喜歡那句說話就是 你不要抗拒它 即是不要抗拒它 也不要跟你的思想共舞 也不要跟你的思想共舞 共舞的意思就是 繼續延續它 繼續去想想 即是當你察覺 咦我的心念又飛去其他地方 很簡單 我們便回來 我們這個位置 當你發覺你有網念的時候 其實就好像靜心 我很喜歡澳修這樣說 澳修說我們頭腦 是一個很頻密的交通 我們每天都很頻密的 而當你的網念經過 就好像我看到一輛紅色的車 一輛白色的車 一輛橙色的車 然後一輛單車 那你網念便經過 你就是看著你的思想 你不要排斥 也不要跟它共舞 也不要延續它 你就是看著它 而這個狀態 而久而久之會有什麼狀態呢 就是你不會離開得那麼頻密 嗯 而且你不會離開得那麼遠 而且會回來回來得快些 你安住那個時間 就會慢慢地延長 這就是靜心 靜坐 冥想的練習 或者你慢慢修行 慢慢練習的狀態 不如我們說一下 其實如果真的一個可以靜心的狀態 是怎樣的 就是 靜心在澳修裡面的形容就是 沒有心理 沒有心理 沒有思想的狀態 沒有心理 我先說一下 剛才那種練習的好處是什麼呢 當你安住 你習慣了在安住這個狀態的時候 你進入回你的生活裡面 無論你的生活裡面 多少紛紛而要的事情發生 你都可以有一種篤定在你裡面 有一種安住 有一種淡定在你裡面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遇過一些人 你知道它裡面是很定的 有些人就算不出聲 你知道其實它 亂發到亂撒旦 是很容易發到亂撒旦 或者是很擺動的 你會有一種定 還有你很可以在你自己裡面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不知道 譬如我現在問大家這個問題 一天那二十四個小時 你有多少個小時 真的是你自己 你有沒有問多少個小時 你問有多少分鐘 真的在自己裡面 你真的是是你自己 你所有說的話 你所有做的決定 你都是很清楚 是我做這個決定 我有這個思想 我去反應這件事 你會真的 很多人以為靜坐是很被動的 是很被動 是很靜態 是沒有什麼力量的 但是當你明白靜心帶來的結果 其實是一個很靜心 是很能力的一件事 它會令到你真真實實 成為你自己 嗯哼 是的 所以只是解釋靜心 我覺得需要一個比較 真的去解釋這件事 因為我大課程 我都會很清楚地跟學生說 你在做什麼 靜心是什麼 因為這件事搞不清楚的話 你教你什麼的技術 你都是挫敗的 是的 其實我對靜心有什麼看法呢 是 其實我很小時候 其實我很小時候 已經對這些事 很有趣 我很嚮往 我覺得那些人可以這樣坐 定定在那裡 好像 他真的很定 有時候 我這件事很嚮往 直到有機會 不如試試靜心 以前很多年 不如試試靜心 我真的經歷過 我坐在那裡 有時候沒有老師大 你便會發覺 不停地想 想完之後 就在做什麼 這樣就完了 這個其實真的是 有時候我覺得靜心 我們真的需要一些 以我所知 我們靜心有很多不同的練習 不同的範疇 沒錯 也有些叫做 初階者的靜心方法 或者一些容易令到我們 集中的方法 因為不是每個人一坐下 就真的可以很安住 如果你是習慣 是一個鑽石 過路鑽的人 或者你突然間 有件事情緒很大 你不是客客 我們有很多方法 澳洲有一本書叫《骨皮書》 《骨皮書》 我沒有看過 《骨皮書》 《骨皮書》 就是介紹了 百多種正心的一本書 那麼多種正心入門的方法 我覺得澳洲的方法 是一個挺不錯的方法 因為很多人坐在那裡靜 其實很難靜 很難靜 很難靜 成功率不太高 但澳洲有很多動態正心 會帶你慢慢進入正心的狀態 通常很多同學都會去 而且在《骨皮書》中 其實不是《骨皮書》 《骨皮書》中 在佛教、道教或很多教中 都會介紹了一本正心 叫《骨皮書》 而《骨皮書》中 也是《骨皮書》中 唯一教的正心 就是《骨皮書》 甚至《骨皮書》中 就是你不斷發出一個《骨皮書》中 就是《骨皮書》中 一種震頻的聲音 它會將你的細胞去震動 去到一個很…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骨皮書》中 或者那些很舊的字圓 《骨皮書》中 其實它都是屬於《骨皮書》的頻率 然後這些聲音 會慢慢令到你的人去沉澱 你不用每次去到字圓 你只是自己發出一個《骨皮書》中 你會慢慢慢慢回來 而且你保持著《骨皮書》中 你就不會在 其實我們也不用叫自己不要想什麼 只要我們坐在這裏的時候 就告訴自己《骨皮書》 當你《骨皮書》的過程 以我的經驗 你是沒有時間 亦都容易一些 沒有那麼多網戀 你仍然會有網戀 不過你真的會看到你的網戀 而且這個狀態是一個很好的 帶你進入定的狀態 嗯 嗯 另外一個 我… 可否斬斷一會兒 那怎樣為之叫做入定 又是只可意會不可以完全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no mind mind的狀態 嗯 另外一個就是我所說的 其實真的只可意會不可以完全 那種感覺 那種這樣的定法 是很難適用到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它的能力有多能力 它不只是那一刻令你定為日子 嗯 再來一個 另外一個我接觸過 就是當你有很大的情緒 突然湧現或者一件事 對衝擊的時候 另外一個入門的 屬於入門的訓練方法 就是叫做亂語 嗯 亂語都很普通 我想全世界很多地方的人 都有做過這個訓練 嗯 嗯 亂語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 顧名思義就是亂說 就是你只是發出一個 你不明白的一個語言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去終止你的大腦對話 嗯 去干預和終止你的大腦對話 我試過有一件事 是令到我的情緒 然後就突然出現了 然後我打電話給雙琳老師 我打電話給雙琳老師 打電話去台灣問他 我好不開心 之而此 雙琳老師說 甚麼都別說 做半個小時亂語才打電話給我 收線 他這樣做 他真的這樣嗎 哈哈 我確實地 在床上 亂語了半個小時之後 我不用打電話給他 我已經靜下來 我已經可以再思考 我已經可以去那個狀態 可以去處理一些事的狀態 亂語就是我這輩子 第一個做的靜心 和你真的感覺到不同 因為我是一個 我的腦 我曾經去做過那些 腦細胞分析 他說我頭腦的腦細胞 是一般人的雙倍 所以我是可以很複製的 所以當你想一件事 我可能會想兩三件事 你看我這樣坐在那裡 其實我也會不停地想其他事情 而當我那一刻 我做亂語的時候 我是很詫異 終於停下來 其實當你有這樣想的時候 其實你的腦已經有妄念了 我是 然後 剛才沒想到 我都會想到 我會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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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年前 我第一次做亂語的感覺 就是另一個不錯的方法 令你可以進入入定的狀態 和正心的狀態 還有很多人覺得 打坐或做正心 一定要正耕偽坐 你剛才說你睡在床上 我會想到 其實真的沒有所謂 即是坐在一個 你覺得人最舒服的狀態 然後去做 我很記得我很不開心 曾經有一段時間 我不開心得很重要 那時還要拖著寶寶的時候 我就睡在床上 那些時間 我真的覺得 你可以把更天大的事都放下 然後跟自己在一起 我都會一邊走路 散步 一邊 我就是一個好朋友 他宜民加拿大 他就是一個畫畫 他的工作就是要畫畫 在電腦上畫畫 他經常都會分享這件事 他有時候 他適合學畫 他就畫畫 畫畫是一個好好的正心 他就不知道有意識還是沒有意識 他就在那裡 在那裡畫畫 同事突然看過來 你揶甚麼 但他真的沒有什麼規範 沒有什麼規定 任何時 任何場地 或者在尼敦道 你也可以在那裡揶著 所以他全沒有這些界線 任何時 都可以做正心 正心沒有任何 Fair 添加度 和就算你不揶 學到高深一點 我們有些叫做驚衡 還有 我喜歡動態靜心 我的學生告訴我 他喜歡做亂宇 但有時在亂宇的家裡嚇到家人 他在洗澡時開著巴薩在做亂宇 他做完之後 出完糧便去睡覺 非常之好 澳洲有很多動態靜心 例如跳舞 他有不同形式的跳舞 令你的身體進入了一種狀態 他有一個叫做dynamics 他是每一天早上去跳的 其實我不是一個好做運動的人 我做不到這種 meditation 他是跳四十分鐘 四十五分鐘 你說Honda Lily Honda Lily Honda Lily不是這個 有一個叫做dynamics 又或者是 你說這個正心 我不記得名字 這個正心我做過 你說不是dynamics 跳那個 連續跳那個 我很記得 為甚麼呢 因為我當時是戴肚子 我記得當時有六個多元 很多人以為大吐婆 不能跳 但其實是一個正心的過程 因為你跳這個過程 你是把你的能量由腳帶上來 是的 我當時沒有理會這個信念 我很有趣 我跳 因為我相信身體沒事 所以在我很舒服的情況下 我真的跳足四十分鐘 我是戴肚子這樣跳 但很有趣 因為老師說 當你的妄念 入到你的身體的時候 你便會跳不起來 但當你在一個正心狀態 你是繼續跳 你是覺得自己很舒服地在動 但到了有人 糟了 我不會跳得太久 看看幾點 你就會覺得個人很重 但當你回到那個狀態的時候 我戴肚子也覺得可以 他戴肚子也可以去行山 這個人很可怕 他還走得比我快 走這個甚麼 那條甚麼 浪茄嗎 西灣去行田 再到土瓜坪去到和石碼頭 總之走幾個小時 他還可以戴肚子 到斜路 一直躺下去還走得比我 這個人神經病 我沒有等 不過那次 其實那次我自己要去行山 因為老師叫我們去做一些我們想做的事 那為甚麼小豬會和我去呢 就是因為他擔心我 要陪我一起去 是啊 我都不是一個喜歡動的人 不過他說要行山 當然要看著他 大肚子 無論如何 我不斷地分享一些不同的冥想 剛才你說過Honda Nini Honda Nini 我都可以做的 他就是一個不斷地給你們震 震自己的一個訓練 他的震就是由腳那裡開始 很有趣的 就是當你真的不是用腦去震 是啊 你只是身體帶動了一種震的感覺上來 千萬不要去做這個震動出來 只是你的身體微微地就會有一種震出現了 我覺得是好像燈沙塵走 我沒有做過的 我好像沒有 是呀 Honda Nini 但我做過Honda Nini 哈哈 無論如何 我會是一個挺舒服的冥想 我們經歷過一些冥想 就是 就是 鑽 鑽 鑽 這個叫做 鑽 鑽 那個叫做 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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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如果有很多人去過印度 就見過一個表演 就是一個人不斷地轉 在台上轉 然後他喝咖啡 看書 在那裡穿針 但是他不斷地轉 這是一個很需要靜心的狀態 你是不可以分心的 你試過自己在那邊轉 你會暈的 但是他在那邊轉 你只是看你前面看著這本書 但是你那個人在那邊轉 看書 喝水 跟著做所有的事情 我發現我是做到 但是只要我一分心 我就整個發了 把窗口放在牆邊 立即跌倒 這個我沒有做過 是的 但是是一個挺有趣的靜心 就是他要保持你 很安心的狀態 即是自己用腳 不斷地轉 不斷地轉 但是你 最初就是看著自己的手掌 千萬不要看前面的東西 只要專注在自己的手掌 這樣轉 那你就沒事 就是聽眾 你要試的話 從輕微的開始試 不要一來就發得很厲害 你真的會撞傷你自己 就像我那天這樣撞牆一樣 但是就是一個挺有趣的 即是你真是很在的 你一定要 不可以分心的 嗯嗯嗯 這個有機會試試做 沒有做過 沒有做過 還有一些什麼的靜心 盧偉草 我記得做過 盧偉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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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些都是一些動態靜心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靜心 你會看到你扮成盧偉草 扮成小朋友 有一個叫做 《聖謀神秘玫瑰》 是很有名的 很多人特意飛去印度做 會飛去澳洲中心做 或者是一個 它是一個 二十一天的訓練 嗯 二十一天 頭那七天 我忘記是哭先還是笑先 好像是哭先 是的 頭那七天是哭 然後呢 怎樣哭 哭七天 哭就是哭 七天都在哭嗎 哭 是的 哭七天 然後呢 有時候不知為甚麼而哭 還要哭到一個位置就是 嗯 然後呢 就是笑七天 哈哈 你猜一下哭容易還是笑容易 當然是哭容易的笑 沒錯 笑是很難的 笑到沒什麼好笑 它把你的情緒拉到極點 嗯 然後你就靜 禁雨七天 嗯 聽說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清洗 生命沒有甚麼再重要 嗯 極快樂的事情 你笑了 即是它這七天是完全在營營裏面做的 是的 即是你 課程還要不便宜 即是你在營營裏面 只是作息吃東西 甚麼都不做 就只是 正是 正是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有這個活動 叫做聖禮玫瑰 聖禮玫瑰 聖禮玫瑰 是很多人特地去經歷 經歷 會是一個很超級的經歷 是很值得的 是一個很大的清洗 即是你真的會去到很靜的狀態 人生有甚麼值得開心 有甚麼值得哭 即是你去到盡 拉到極點 你去到你中容的位置 你去到安住的位置 嗯 其實很簡單 我記得我們以前有一段時間 即是開了一個音樂 閉上眼睛 集中我們的呼吸 接著 跟應我們的直覺 去動動身體 你可以跑步做靜心 嗯 你可以游泳做靜心 游泳做靜心 游泳做靜心 你可以寫大字做靜心 又或者女生 你可以做髮型 在那一刻 在那一刻 你只要做這件事 安住做一件事 這就是靜心 嗯 很多人想到靜心 就想得很複雜 很複雜 很複雜 而且靜心 很喜歡 雙年老師 他變化了很多 很多不同的靜心 但是 不如我們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回來 我們再講 雙年老師 帶我們不同的靜心 好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見 好 回到我們下半輯的 神神秘秘的節目 我們講靜心 我們講靜心 靜心 靜心 靜心其中一件事 就是靜心 靜心 基本上我每一班 頻道班都會去做 靜心 是甚麼意思呢 靜心其實是以前的和尚 一定會做一件事 他會行一段的路 嗯 甚至乎他們會 在一個山裏 來回地行一段路 嗯嗯嗯 那靜心就是 他只是 不思考 然後走 然後累了 就會坐下來休息 然後自己就在這個過程裏 自己和自己相處 我記得當時Shan教我們驚行時 她只叫我們留意一件事 就是留意我們的呼吸 留意我們的呼吸 但對於我們城市人來說 通常我們會選擇郊外 驚行也是一個挺挑戰的事 因為要生長水冤長肚子才能去到 一來是 二來很記得我們第一次做驚行時 有些人拿水 拿著背囊麵包指南針 說了很多東西 但你要明白 你做這件事 你帶著這麼多憂慮去做 你帶著這麼多恐懼 擔心去做 不安全感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關照 到底你對你的存在信任度有多大 然後第二次驚行 真的很深刻 就是Linis也有去 就是跟學生去做驚行 那次也是走大佛 就是走那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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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班同學很有趣 我那班同學 有一位同學早上起床 不知道醒醒 然後她打電話給我 她說我不知道醒醒 我還可不可以來 我今天是講驚行 我說你想不想來 不是別人給不給你 你想不想來 因為這個是你的生命 她說我想來的 她說你想來你就來 那條路又不是我的 那條路也不屬於任何人 跟生命一樣 生命的條路 你為何要別人的權力呢 你想來的你就來 走這段路 也不一定有老師在這裡才行這段路 也不用跟同學一定一起走 是啊 因為我們經行有一個規矩 就是我們不跟別人說話的 我們只是跟自己在一起 甚至有些老師說 如果你可以的 就關掉你的電話 你只是跟自己在一起 然後呢 也有一個同學 她就很擔心 因為我沒有告訴她 我只是說去大佛等 我也沒有告訴她 她走哪條路 她們就怎樣呢 她們開始在網上找 我猜我走哪條路 如果你不是走這條 就一定走這條 不是走這條 就一定走這條 因為她看見我之後 老師老師你到底要走哪條路 你不是這條 就是這條 然後我說 你都來了 你管我走哪條路 你的人已經出來了 你都知道今天是經行的 為何你一定要知道 這是一個很好的關照 人要知道才覺得安全 對於不認識的事 你是覺得不安的 其實經行 不只是經行那麼簡單 這也是一個關照 就是你為何要知道 很正確的那條路 你才叫做安全 對於是做好笑 這個很擔心 這個同學仔 他就聽不明白 他還在這裏 繼續同學去研究我走哪條路 要看地圖 是嗎 他帶了地圖 然後拿了資料 然後那天 因為是過年的時候 我們上大佛 就變了分斷了 那些人 然後呢 前面有很多人 我們一直都在排隊 不動 我們繼續聊 然後那個很擔心的那天 就去了廁所 他去了廁所的時間 我們就動了 真的很有趣 越擔心 但你那時候開始沒有 我見你們還在聊天 還沒上去 在下面排隊 還沒上纜車 我就見到些甚麼 擔心的人 就會創造擔心的實相 他出來的時候 一個人都見不到 那些朋友全部都不見了 所以越擔心的人 就會越創造擔心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教材 對那天來說 然後呢 好了 上去之後 我們有一個同學 就是 你們坐360上去 我們坐纜車上去 我們有一個同學 是眼睛看不到的 你也認識那個朋友 我們眼睛看不到 但是他仍然要去 雖然他先生和他一起 但是他看不到 有一個同學 雖然他的腳是有事的 好像是Linis的腳是有事的 就是我們的PA 他就是一個低的 一個慢的 一個遲到的 然後呢 所有健全的人 其他所有健全的人 都走錯路 繞路 繞路 繞路之後 我問你 你還想不想完成那段路 如果想完成那段路 然後你就走回那段路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沒有走錯路的人 那些人呢 就是我呢 和遲到 逼 盲 和盲的那個老公 全部都是去到終點 因為以我所知 你只是跟他說 我們在這裡出發 然後終點就是在哪裏 那裏等的 是的 然後呢 有些人去到中間的時候 就開始 怕 怕 不相信 知而此 因為呢 我自己也有這個經驗 我帶他去那次是第二次去的 我自己和你們去那次是第一次去的 第一次去呢 我自己也走錯路 是嗎 是的 他去到這個 叫做什麼 很多條柱哥叫做什麼 心經簡林 心經簡林 那時候呢 他說心經簡林有一條路走 我就真的走到心經簡林 旁邊有一條小路下去 我就見不到一條大路 但是這麽有趣 我想告訴你 我和你一起去的那次經行 是 因為我一向都是天滅下來 就是OK 沒事的 我只是收到一個訊息 是 就說你有這條路走 那老師給了兩個檢查點 我們會經過一個門 一個閘口 然後就不知走經過什麼 就是有兩個檢查點 然後就到終點 我聽不到兩個檢查點 我只是聽到 那兩個檢查點 和終點 我是特意任意地走 我自己走錯路 我自己走錯路 然後就 還要不斷地說 沒有理由的 我不會錯的 對的 還繼續走 走到最後 那條路是不見了 我要爬石的 那麽害怕 然後我說 老師沒有理由選一條這樣的路 然後就開始 很辛苦 等了很久才會有一個對頭人 然後我就問 前面那條路是否走上去 有巴士站 說是呀 你走多七個小時就有巴士站 不是 因為我們那條路是一個多小時走完 對 然後就說七個小時 然後我就看著石頭要爬上去 然後我自己也走錯了一次路 我很明白走錯路的心態 又很想證明自己是對的 但又明明真是錯的 但又好像走上去也是錯的狀態 其實你真是觀照到你人生很多事 很多很多事 即是你願意遭遇 或者此而此類 然後你要搜集多少證據 你才肯停下來 回頭 然後那些同學又走錯路 我心中一笑 我都經歷過 對 然後終於走完我一次驚行 這個驚行的經歷又很好 第三次驚行也有你份 就是你帶我們去的行 那次才是第三次 第三次 那叫什麼 我們去大嶼山的九寧聰 是西岳桃園 是西岳桃園 但那條路真的要有正力 你不是走開山也挺辛苦 那我就跟那些學生說 你可以有選擇 你可以選擇赤腳走 還是不赤腳走 你可以選擇 我都試過自己赤腳走 但發覺我自己也不太行 帶個嬌亂 我腳底的肉 但你好知是 由頭到尾都是赤腳 其實很有趣 因為我聽到你說赤腳走 我第一次打電話 赤腳走 怎麼搞錯 這是我第一個反應 第二個反應 我心想 就是試一下 那天一開始 我就脫鞋 然後走 其實一直走 那時候 地板真是很刺激 是的 真是刺激 又熱又刺激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那條路 大概走一個多小時 石屎路 然後就會走 你走一個多小時 我走了兩個多小時 對不起 因為我經常認為那條路很容易走 但我不在意你們 後來每個人都很辛苦 是的 很多人很辛苦 其實我很輕鬆 因為我打算帶我一起走 我一個三歲 一個四歲 我猜他們會走到 那我就走石屎路 那時候 可以處理到 但我覺得不好走 我覺得我走到 但我覺得不好走 直至 到一個位置 我們就是離開石屎路 會不會穿鞋 會不會穿鞋呢 但因為有個壯男在我旁邊 大家一起走 他就穿著鞋 心想沒事了 就穿鞋 我就嘗試走一些石頭 下去沙灘那裡 這個才是最好的經驗 因為當我妹妹踩到一個大石上面 因為原來走石屎路是死的 是沒有生命的 你只是覺得它刺腳 而且我必須說 那條石路是一條古道 其實那裡是沒有人去到那裡 是真的沒有修飾過一條古道 用石頭砌出來的 一條古道 一塊塊大塊的石頭砌 還有連石和石中間 連洪無禮也沒有 就是它就這樣砌 我開始踩下去那一刻 我就有些很不同的感覺 因為你踩下去石頭 它有碎石仔 但你不會覺得刺腳 而且你每塊石頭的溫度都不同 而且你會覺得每塊石頭都有生命 我那段路很有趣 因為我們正在做正心行 我一直走 其實我覺得我好像森林仙子 好像仙子一樣 好像在飛下去那樣 那種感覺好像我走回家一條路 而那條路是 我們有看一些船船 有雙翼飄一下飄一下 那種感覺很深刻 所以經行是其中一種的訓練 是一個非常不錯的經驗 如果大家有機會可以去試一下 另外有很多人以為 訓練是否一定要定時定刻 定時定刻有一定的好處 因為你的身體 細胞有記憶 或者每個地方都有磁場有記憶 即是在這個空間 即是在這個時間 甚至乎我們以前的習慣 自己有一個制台 制台 或者是我們自己的玩家 的地方 我們就在那個地方去靜心 或者去做一些 meditation 你自然去到那個角落 你就已經預備好 你的身體已經準備好 或者在那個時間 你的身體也可以準備好 即是我們快要吃午餐 但這個千萬不要成為你的界限 如果成為你的界限 情願你就沒有這個界限 如果成為了一個 我不可以這樣就不行 那這個界限的話 你就不是靜心 這些都是一些限制 你要明白 你的靈魂永遠都是自由的 你的精神 你的靈魂永遠都是自由的 你不要有任何東西限制著你自己 即是我們每一刻 我們想正心 只要我們決定想做 其實就可以做 沒錯 然後我們說一下 學生寧老師 介了很多的正心給我們 他的變化力很高 其中一個正心就是 就坐在這裏 坐在這裏 然後跟我們的呼吸連結 然後他就開始去 播一些快 慢的音樂 然後你就聽著音樂 然後你要保持跟你自己的連結 然後他就會叫你打開眼 即是一打開眼 很多練習都會合上眼 因為你打開眼 你的焦點就會散 但你打開眼 就是保持跟自己的連結 保持跟自己的連結 打開眼 然後你要留意 你有些失神的狀態 譬如我看到紅色衣服 這個女生 然後這個人間的衣服 這個人叫什麼名字 你的標籤就會出現 然後你要保持跟自己的連結 這樣就會回到你自己的呼吸 因為我們經常說 回到自己的呼吸 好像是一個咒語 好像通訊號 令到你 跟自己的接觸 然後你就開始在你的位置 站起來 開始走 保持跟自己的連結 保持跟自己的連結 在這裡保持 這是一個挺挑戰的練習 你會留意 因為你真的每一天的生活中 你不斷被帶走 你不斷被帶走 你的思緒被帶走 這個練習的確是一個 令到你慢慢去練習 你自己無論什麼事情發生 你都保持跟自己的連結 以及每次都懂得回到自己的 就是一個練習 即是其實 有時我們做靜心也會 有時做靜心也會 有時做靜心也會發覺 咦 飛了出去 還有很有趣的 老師很喜歡 因為他在台灣 其實他住在台灣 在台灣的學生 正如放山 放山 放山 即是山是山領的山 即是給他一個山頭 就讓他自己出去 有些人是會瘋的 因為有些人有些信心就是 我來上課 我應該坐在這裡 你教我的東西 你放我山 那我在山上走 我有什麼學 他就不明白 這就是課程的一部分 那次走山 我們是不是一個放山的練習 其實是的 其實是的 即是你可不可以安住 信任 每一件事你在裡面 去取得你的經歷 這件事也是 然後 好像你有幾個 你說有一個叫做 關節能量的 是怎樣的 其實最近我們也做了一個練習 叫做 關節能量靜心 其實關節能量靜心 我們會做到 會動每一個關節 有時候每次 你會發覺我頸頸角痛 你會拉 當你拉斜的時候 你一定會有些不舒服的點 這些不舒服的點 我們就去關照 這個關照其實就更多靜心 你就會說 究竟我這個不舒服的點 究竟跟我的什麼情感有關 這個不止 這個加上頻道 對 加上 其實會比較深入 在做這個靜心 是做很久的 因為你想想 你由頸部開始動 動完頸部 最初你不用太心急 首先你可能放鬆 動一動頸部才開始做 你又做頸部 做肩膀 做手臂 做手指 是做一個多小時的 然後又做腰 做關節 所有關節 所有關節 這個過程裏面 其實你如果每一個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 我們的姿勢不好 所以我們才有一個痛點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還有情緒 可能我們有情緒的東西 我們有我們印記的東西 為什麼你是這麼多姿勢 你只是這裏辛苦 一定有些事情 那你就會一路去做正心 不過這個要加上頻道的能力 還有一個叫做無意識的瑜伽 無意識的瑜伽就是 你的身體是會 不是用過腦 就是你感覺你的身體 這一刻我想放一個什麼 例如現在我想放一個 例如這樣 然後可能這樣 就是這個關節去到這個位置 然後你就去到那個 然後去感覺這個 不過也有大小小頻道的東西 這個會是要你去到一個 比較定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你想怎樣動 你要安住 然後信任了你的身體 然後你的身體會帶你去一個一個 無意識的瑜伽 真的不用腦 還有一個叫做 從果體的瞑想 是怎樣的 這個從果體的瞑想 其實在我們遲些有機會 講十二感觀的時候 我們就會講很多 但是那一天 就入得很快 一天就是從果體 我們也會關於有按的練習 我們會有叫 我們會壓 壓到夠的時候 我們就會壓 我們一邊壓 原來在我們搖擺這個過程 其實就是 一邊壓一邊擺 你可以一邊壓 就是我們去到最後 你可以坐在這裡壓 但是如果你覺得你想擺 都沒有問題 壓到夠的時候 我們就會壓 壓的時候 老師會特別提醒我們 就是我們當自己是一條空的管道 大家留意一下 當你噴的時候 如果你當自己是空的管道 噴過的感覺 共鳴是不同的 你真的覺得整個人都很震 然後我們就會搖擺 因為從那天 我們腦海裡 腦海裡是一個很小的結構 而這個會是 差不多管領著我們所有的 康目的分泌 也都關乎於睡覺 開不開心 我們就會擺 擺到差不多 擺到你定 你就可以定下來 我當日做這個 我們叫做從果體的正心 我是入得很快的 而當日我們未做之前 我們的暗示 就是我們去看看 我們的過去生日 我們的前世 有些甚麼紀錄 我知道我是很定 和很入 我和去到很遠 我很深的感覺 這個可以帶到 親同班的練習裏 可以 這是我做這麼多年 正心以來 可能也累積了很多年 正心 我才能入得這麼深 那一刻 你會覺得全世界 完全靜 而你真的去到你的過去生日 去看發生甚麼事 我們後面說這些 都比較深層的靜心狀態 但節目開始的部分 就是靜心的入門 所以靜心有不同層面 但靜心可以說是一個 是一個漫長 和自己的協定 如果你願意去做練習的話 它會帶給你有很多效益 當然 但你需要一些時間 老實說 大家實在太過 在頭腦中運作 我們日常生活中 太多在這裏的運作 所以需要慢慢 將我們帶進去靜心狀態 而靜心 亦是一個架構義的狀態 在那裏 你會得到很多啟示 或者很多神奇的經歷 我自己也不是一些很有規律性的人 你叫我每天早上六時起床 就做靜心 可能是我訓練問題 我不會這樣做 但我何時會做靜心呢 我每次覺得 我想做靜心的時候 我會做 但有時我會覺得 我們可以計劃 例如今晚我們做靜心 其實我今晚 你由現在開始 已經計劃了今晚你做靜心 那你就會更容易做到靜心 我又不是有階段 不過我有一件事就是 我要教書 我要帶同學做靜心 你就在那裏做 所以我每個星期 我都會有分段時間 要做靜心 我一定會跟學生一起做 除了一些肖的靜心 通常我不會參與外 大部份如果是課堂 例如ESP班那些課程 我一定會跟學生一起做靜心 我便會經常有靜心這種練習 我個人的分享就是 這樣下去 我想我做靜心有十多年 做靜心的時候 跟自己的聯繫 那條管越來越粗 當你的管越來越粗 你都越來越定 越來越跟自己很聯繫 而且很安靜 尤其只可以意會 比較難言絕 那天我突然上課 有個學生問我 不知道問他有甚麼題目 我真是很老實說 現在有些甚麼可以打倒我呢 即是今時今日 有些甚麼發生 我會接不住的呢 真的沒有甚麼 即甚至生死等 我都會覺得太嚴 可以安安地面對這些狀況 沒有甚麼是你需要掛鉤的 或者生命沒有甚麼是一定要有 或者一定要沒有的 但是這個當然是一個過程 嗯嗯嗯 所以其實我也很鼓勵大家 即是如果有心想做一下靜心的話 你真的可以很簡單 洗澡的時間 你不要想得它這麼嚴重 從亂語開始 或者我們可以參加一些靜心的活動 慢慢累積 你不用每天做 你一個星期做一次 你一年都做五十多次 你不要想得它是一件這麼嚴重的一件事 從一些很輕鬆的狀態開始 當然它也會帶你去到一個比較深一點的狀態 但是這個是需要時間 但是你開始的時候 絕對不是一件爛的事 嗯嗯嗯 即是不要想它是爛 不要想它是爛 你想它爛就爛 其實靜心不是一件爛的事 亦都希望大家透過這個節目之後 你可以找到你自己靜心的那條路 嗯 找到你最適合你的靜心方法 是的 然後就是學無前後達且為先 希望大家可以享受到靜心這種狀態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